东方天地福西 又号袍西史 是中国古代最富传奇色彩的神人 在西北有个凡人去不了的极乐国土 叫做华须国 那里的人没有欲望 一切顺其自然地生活着 人人长寿 生活美满 他们不愁吃穿 远离着灾害 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半神人 是神与人的后代繁衍而来 九和神女华须市有一次去到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游玩 发现一只巨大的脚印 那是雷神的脚印 那时的雷神是人头龙身半人半兽的天神 他只需要鼓起肚子就能发现响雷 华须市很好奇地踩了那个脚印一下 立刻感到全身震颤 回到家后就怀了身孕 不久生下了福西 福西生下来就是个天才 华须国最伟大的智者也会被踩几岁的福西细刷 不单单智力 他的体质也非常的好 他能够沿着多广之野的剑木一直爬到天国去 神树剑木是一架天梯 一日福西听到一则关于龙马的传说 他找到龙马并降服他之后 根据龙马身上的卷毛文录 画出了乾坤 李 侃 镇 队 迅 更 八种符号 用意表示天地万物间的种种变化 他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八卦 后世因为周文王创出了文王八卦算法 福西所发明的八卦补算法被世人称为先天八卦 正是这次带有强烈浪漫色彩的偶遇奠定了多年以后的《易经》 这部经典著作的《理论基础》 这个图案深深触动了福西 长久以来的遐想冥思 在此刻找到突破口 他记录下这个神秘的图案 不错 这次在《易经》中央计判处 的《易经》中央计判处 这是《易经》中央计判处 福西的妻子是炎帝部落的人 所以他的大儿子 祝荣 长大后成为了炎帝手下的重臣 据说福西还有一个小儿子 名字叫做邓伯温 因为继承了祖父的能力 长大后成为了雷公 北方天帝 专须是个天生的音乐家 十岁时已能弹琴弄色 当他成为北帝之后 常领飞龙效仿风生 朱龙婆做乐师来配乐 他的音乐天赋 一脉相传给他的后世子孙 其中的一个儿子老童 不仅深暗音律就连说话 也似敲钟鸡星 他有一个玄孙叫做太子长秦 居住在北海外的摇山 更是创造出许多美妙动听的乐曲 名传千古 你有个字 有啊 别的鬼都没有名字 唯独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千鱼 千鱼 嗯 总有一天 我会变成一只硬龙 逐临的灯火 倒过的沙漠 七色的国度 不断飘逸风中 有中心里灰色的漩漠 天不均入了你 不断飘逸风中 看不清的双手 一朵花传来 谁经过的温柔 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会就一个解脱 好 一辈子再在摇山 确实嫩了 不是闷 是会闷死啊 穿越千年的哀愁 是你在尽头的我 最美丽的感到 会值得永远生 等有朝一日 我修炼成龙 我就带你 遨游天地山川 万里腾响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了 那个弹琴的人子 是个仙人 不断飘逸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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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花传来 谁经过的温柔 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会就一个解脱 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 黑夜中不寂寞 穿越千年的爱中 是你在尽头的梦 最美丽的感到 不断飘逸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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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是千语 可你 你不再是太子长青